中国南海 广阔的热带海域之内 大自然的神奇 造就了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 海白河在这里普遍而多见 它有着美丽的名字和独特的造型 当它安静地住立于海底 犹如一朵盛开的百合花 这也正是它名字的由来 然而 海白河却是地底道道的 海洋底漆脊皮类动物 它们可以通过卷枝 使自己固定在礁石之上 也可以在海流来临的时候 脱离附着物 在海水中随流游异 海白河柔弱的肉体 被无数细小的骨板连接包裹起来 既灵活自如 又可以保持亭云立的姿态 它的腕族盛放射状 由中心向外发散 腕族上还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卷枝 卷枝既可以将它们的身体固定在海底 也是它们用来在海底获取食物的重要工具 向外四散的腕族和腕族上分布的卷枝 可以组成一个网 把随着海流飘过来的浮游生物拦截下来 然后通过腕族内侧的处置 把这些浮游生物捕获并猎杀 它的腕族深处有一条布袋钩 各条腕族猎杀后的食物 会通过这条布袋钩输送汇总 到这些腕族的中心地带 那里正是海百合尽食用的嘴巴 就这样在看似平静的湛蓝之境 海百合利用海流和自身精密的身体构造 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猎杀 当它吃饱喝足之后 万枝开始收拢下垂 宛如一朵行将凋零的花朵 这意味着 它们在吃饱之后即将进入梦乡 无论陆地之上如何更迭变迁 海百合家族世代助力于海底 繁衍不息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犹如百合花般绚烂绽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